汉末三国 诸葛亮执掌蜀汉朝政以来 曾数次北伐曹魏 其中以第一次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 影响也最为深远 只可惜最后错用一人 导致阶庭之败 从而导致所得全部失去 在此期间 诸葛亮麾下大将魏延 曾子无骨骑袭之际 但是没有被诸葛亮采纳 不少三国迷就说了 如果诸葛亮采纳魏延的祭策 说不能就成功了 那么为什么不采纳 其习子无骨谋略 怕魏延拥兵自重吗 对于诸葛亮而已 从三国茅庐到白帝城脱孤 一路走来 一生的理想就是一统中原 匡扶汉室 在这个崇高的目标之下 诸葛亮所做的一切 都是谨小甚微的 而且具有实际意义上的 对于魏延提出的 子无骨到齐席计划 具备战略思维和军事能力的诸葛亮 难道没有想到吗 恰恰相反 这条道路非常险峻 齐席的计策也非常冒险 并非是怕魏延拥兵自重 而是怕魏延一去不返 从地理位置来说 从汉中出发到长安 要穿越秦岭 大致说来有四条 一是陈仓道 二是包邪道 三是躺落道 四是子武道 四条道路中最远的是陈仓道 又称故道 嘉陵道 包邪道则是四条路当中最为经济的 又称邪谷 说他经济是因为虽然里程稍长 但由于汉代对此数次翻修 使其中的战道坚固异常 又多设一战 因此对于行军来说相当便利 最近的是躺落道 全城几乎近是荒山野岭 最为艰险 比躺落道稍远的是子武道 此道之险郡仅次于躺落道 道路的险郡无疑会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行军速度 行军打仗 讲究的就是兵贵神速 更何况是奇袭之计 魏延虽然点兵五千精兵 如果要实现奇袭成功 最起码需要在十天之内达到长安城下 而且是需要能够出其不意的包围 最好有内应 不然时间一长 曹瑞的大军就会兵至魏延 进行反包围 魏延必死无疑 第二 攻城难度 行军打仗 又是走崎岖山路 想必一些攻城资重武器都不能携带 而长安是大城 楼高城后 非常坚固又怎么可能够区区被五千人马击败了 长安城守江 无论多愚蠢 困手带员 还是做得到 攻城太难 五千精兵吃不下 除非有内应或者卫军投降 很明显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 梁草难记 行军打仗 梁草先行 诸葛亮多次北伐曹魏 很多时候 就是梁草难记 吃饭都跟不上 又怎么会打仗呢 长安在京畿腹地 内无补给 外无援兵 一旦缺少不计 魏延所步 比如不战自败 最后难逃覆灭之祸 第四 魏延重要性 在当时的诸葛亮北伐旗下 能称得上名将 唯独赵云和魏延 这个时候的两位的军衔平级 镇东将军和镇北将军 而赵云已经垂垂老矣了 魏延可以说是蜀汉军界的顶梁柱 不容有失 如果诸葛亮想继续北伐 就不能少了魏延 综上所述 诸葛亮死活 不敢骑袭子无骨 无非是担心骑袭不成 反而折损了魏延这位大将 让自己的北伐希望又弱了几分 非常不合适 更别谈一统中原 匡扶汉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